玩着迷藏的好地方 那着迷藏这个 我怕玩了玩了是找不到的 我以前小时候犯错的时候 我爸妈直接就把我扔出去就行了 记忆特别深刻 竹林的竹叶沙沙的响 地上的虫子也在叫 青蛙沙的也在叫 对吧 还有目的上可以冒一点火光出来 那个场景特别的诗意化 OK 那么我们接下来讲的是VIM 这是安装成功了 安装成功了 那安装成功过后 我们接下来了解VIM 到时候你用VIM写代码是相当的快的 了解一下 我们就学习一下 一定要注意 好了 那么这个呢 我们来一起走一步 VIM安装好了过后呢 要配置 我们要配置它 配置我们的VIM 那怎么去配置呢 这个安装好过后呢 配置还要配置成功了才行 配置成功的话 需要将一个VIM Configure 这个文件夹 考到 比如什么呢 我们就配置 对了 刚才这个说错了 就这个地方 因为我这个 刚才是错误演示 这验证成功 不能这样验证 为什么 因为我这已经安装过了 我这上面只安装这个 都肯定是成功的 这是错误的演示 这是错误的演示 还有一个配置 要配置好了才行 安装完了 配置 配置 配置什么呢 VIM 这一步不能完成 因为你如果用了 两个的编译器 你不用配置 也不用安装 直接就可以干嘛呢 打开的 直接就可以打开的 就都是成功的 如果你用的是 自己的虚拟机的话 你叫配置 那配置怎么配置呢 很简单 需要将这个 考到你的虚拟机下面 将这个文件夹 那么这个文件夹在哪呢 两个考给你 两个考给你 在哪呢 相关资料 VI VI VIM VI VI VIM 就这个配置 它是个脚本 脚本 脚本 好 把它呢 我干嘛呢 我给它干嘛呢 我给它压缩一下 发到群里面 你们自己解压 好了 发到群里面 一定要认真听课 不要说 两个这个又在哪 这个又在哪 OK 那么你们去下载下来 下载下来够了 把它考到哪 考到虚拟机 那怎么考到虚拟机 不要直接拖转 不要直接拖转 我一直在强调 不要直接拖转 那怎么退出来 打开够怎么退出来 是 你现在 不退出来也行 Q Q加感电号 就退出来 Shift加冒号 Q感电号 这个命令比较复杂 命令比较复杂 先别管这些 那么 怎么考过去 一定要注意 借助你的三大服务器 考过去 一定要记住三大服务器 一定要记住三大服务器 我的是多少 是1.139 1.139 三大服务器 我刚才是打开过的 这就是我的 这个 那么这里边 我干嘛 这个地方 我要把这个拖过去 这个是这个软件 拖到这里面就行了 直接把它拖过来 拖过来 拖过来过后 这时候你就会在这里面 退层出来 退层出来 就会看到这个文件夹 看了这个 一定要记得 将什么呢 将这个 将Windows下的这个 拖到哪了 注意 将Windows下 将这个Windows Windows下拖到哪了 拖到我们的虚拟机里面去 拖过去就行了 打开三大服务器 拖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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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呢 Windows 这是Windows Windows 那这是什么呢 这是我们 这Ubuntu的三大服务器 这是我们的Ubuntu Ubuntu拖过来就好了 这是第一步 拖过来 第一步 拖过来 拖过来过后 怎么去配置 就按照这样去看 首先在中端找到 在中端 在中端 干嘛 找到什么呢 找到什么呢 VimConfig VimConfig Config GIE 还必须找到它 怎么找到呢 其实就在这个位置 你看我们这找到了 找到了 这就找到它了 必须找到 你找不到怎么对它操作 对吧 找到它 然后找到它过后 把这个弄下来 找到它过后 进入 进入到 进入 进入什么呢 Vim VimConfig GIE Config 那进入到这里边 怎么进入呢 我们来看一看 进入到这里边 VimConfig 进到这里面 我们这时候要看一看 进到这里面过后 大家看看 有一个脚本 Copy.sh 这个脚本 大家记住 进到这里面来过后 进到这里面来过后 一定要注意 进到这里面来 这里面 这里面有一个脚本 脚本 一会儿咱们去运行 这个脚本 运行这个脚本 那接下来 就是我们的下一步 就是运行 运行 就是怎么运行 速度 就是速度 速度 收度 别写错了 点斜杠 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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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点斜杠 叫执行 点斜杠执行 就像我们Windows下 双G 运行该脚本 运行脚本 那运行脚本 我们就干嘛 就是这样 运行脚本 就是 速度 点Copy 这时候一敲 这就成功 Copy success 就成功了 这个就是拷贝成功 那么这个拷贝成功 就不一定真的好使 到底真不真好 好使没有 那你就验证成功 第三步验证成功 就是说你随便打开一个 什么.c 如果出现了这些英文的话 那么就是就成功了 这个配置 如果你按照我这个配置的话 一会儿写代码 非常的方便 一会儿写代码 非常方便 非常方便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什么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Wimware的配置 Wimware的配置